第八百六十六集 在这里 整片地面都亮晶晶的 乌光腾腾 如同地狱之火在焚烧 弥漫出恐怖的气息 就是圣人到了这里都不禁打产 可以说 这里的三寒气太可怕了 能直接冻死金山罗汉层次的高手 或许 不应该说是冻死 而是被九幽之气灭杀的 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黑色能量 平日亚圣都不愿来这地方 但是今天阴九雀所图甚大 他不想恢复亚圣道行 甚至想借明书的本源更进一步 冲击真正的圣人领域 老家伙 上过一战时你很勇猛 杀过我阴雀族的圣人 也战过我们星空骑士军团的副团长 事实难料 今天你落在我的手里 阴九雀取出一个罐子拖在手中 在那里阴沉的笑着 远方 当初封看到阴九雀取出那个罐子后 整个人都僵住了 像是石化般定在那里一动不动 眼神害人 那是什么 他第一眼认出 当初魏恒曾提着这个罐子前往地球 威胁夭夭 闭逆地球上所有进化者 在那里嚣张而阴柔的作风 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这罐子中封印着明书 接下来 楚风呼吸急促 胸膛起伏俱立 他难以自意 居然在这里见到那个罐子 他们想做什么呢 一瞬间 楚风确信 这绝对就是封印明书的那个容器 不会有错 再加上一个跟魏恒长相 几乎一模一样的人在此 等于进一步证实了 楚风有些激动 心中呐喊 一定要将明书救出来 这曾是他的一块心病 曾经有段时间 每当想起就受不了 你很在意那个罐子 当中有什么 那里面有一颗人头 那个老人曾对我有大恩 却被一个狼心狗肺的人给害了 明书为他寻到一窝星河龟丹 让他住下身后的进化根基 最后自己却被魏恒寻到 有了杀身之祸 楚风很揪心 无时无刻的不再想着救他 他忍着冲动 盯着屏幕 眼神冷冽 如同刀锋 恨不得 立刻将那几人给毙掉 祭坛之地 这片区域乌光跳动 地面上都是九幽石 宛若地狱的尽头 那种特殊的黑色能量 交织光眼滔滔 阴久却 宇文成空等人 宛若从地狱中走出的魔神 在这些黑色能量光中行走 沐浴光眼 一个个神色冷烈 他们在丈量土地 再考虑如何布下两个特殊的祭坛 从而提炼明书的本源 拽移到阴久雀的身上 不要揭开罐子的封印 不然这老家伙很刚烈 说不定会有什么特殊手段 进行自我毁灭 为天圣提醒 即便是明书是他父亲的启蒙老师 也算是他的师爷 可是他却毫无敬意 身态冷漠 比他父亲还冷酷无情 事实上 阴久却取出坛子 也只是因为激动 看过后 又快速地收了起来 避免出现意外 这让远处的楚风 又是着急 又是无奈 对方不将坛子取出来的话 就是想赢酒都很困难 阴久却亲自动手 构建他所需要的祭坛 他身上带着一张从族中宝库中取出来的图纸 借此法坛盗取他人本源 成酒自身 这片地带 九幽石成堆 都是阴雀族采掘来的 积累在此 时间不长 两座祭坛就出具规模 彼此相连 透射出黑油油的光 让这里越发的瘆人 恐怖能量弥满 飞船中 楚风紧张而急迫 跟少女夕商量 如何袭杀那些人 安全无恙的抢走罐子 保住明书的性命 但是袭击敌人 可以简单粗暴一些 不需要温和的技巧 可是要从圣人手中救人 那就太难了 你这儿有天道散 有可以杀圣人的武器 就没有一些特殊的秘宝吗 比如紫金葫芦 杨之玉竞平等 将那罐子 悄然输过来 你真当我无所不能啊 紫金葫芦 杨之玉竞平 那么出名的秘宝 掌握在杨剑大能的手中 我怎么会有 我爷爷倒是把玩过 但也不得不又还给人家 出风皱眉 将身上的空间瓶子取出 这东西 当初是从南海黑龙三太子 那里夺来的 看起来像是杨之玉竞平 一直伴着它 而且这瓶子的确很神秘 跟四根锁龙庄一样 数次解开封印 不断的变强 这东西看起来 跟玉竞平很像 但应该不是 鬼气森森 缺少那种神圣气韵 这样吧 我用三叶清零 刷他试试看 说不定能给夺回来 在他的掌心 出现一片叶子 清脆碧绿 甚至带着 丝丝缕缕的混沌器 当然 杨气更是浓郁的 让楚风受不了 感觉像是面对一个 圣级大火炉 楚风惊疑不定 这是什么东西 刀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而这是三叶清莲 跟刀的意义相近 一生只长三片叶子 当所谓的第四片叶子出现时 那就是归于混沌石 化成万物本元器 这么逆天 一般吧 真正逆天的是混沌池子中的清莲 那东西才是究极之物 我这三叶清莲 只能算是他的徒子徒孙伯 算得上一种先天之物 楚风不解风情 没有恭维 你爷爷可真是 焚禽主赫 暴天天物 将三叶清莲 采摘下一片叶子送你 那不是破坏 先天神猪的生长吗 你还想不想救人 你确信有效吗 楚风严肃地问道 他得保证 不能出一点问题 一定要将明书救出来 如果中途发生变故 他将遗憾一辈子 问题不大 三叶清莲这东西 天生具备神秘伟丽 可摔万物 能夺其他人手中的秘宝 然后 他也郑重起来 逼问楚风 明书与那些人的关系 以及恩怨 还有这些人的来头等 他们都该杀 明书是一个可敬的老人 结果却被他教导过的孩子 割下头颅 并掩制在那个罐子中 数段令人发指 我恨不得 立刻涂掉为何 楚风大致讲了一遍 在说话时握紧拳头 眼睛都有些发红 他觉得明书太可怜了 遇上魏恒这种事 心痛更大于肉身的苦楚 少女夕一番了解后 甚至抢过去楚风的光脑 认真在上面搜索 关于阴久雀 魏恒 宇文成空等人的事迹 最后 他也忍不住摸牙 他说 世间还真有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 杀启蒙老师 还用眼给淹在瓦罐中 这还是人吗 这个忙他要帮定了 保证灭掉他们 原处 祭坛已经够好 一共两座 对接在一起 经过具体而细致的调整 两座高台上黑的发亮 九幽之气浓语的化不开 两座黑色的祭坛 通体都有神秘符号闪述 密密麻麻 一看就是恐怖之地 明书要被放在其中一座之上 而阴久雀会盘坐在另一座之上 到时候 明书的本源会被疯狂吸收 度给阴久雀 这是阴久雀笑了 取出罐子 而且这一次直接揭开封印 露出里面一颗花白的头颅 满是血迹 老不死的 上古之时你很凶 是否曾想到过 有朝一日会落在我的手中 今天用你的命来成全我 音久雀畅快大笑 飞船中 楚风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这头阴雀终于又将罐子取出 关键时刻到了 能否救下明书 成败 再次一举 旁边 为天圣露出阴柔的笑 师爷 我父亲没功夫过来 他在冲击映照朱天静 作为孙儿辈 我看望你来了 一会儿为你送行 你就安心的去吧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此专辑 请订阅此专辑